哎 干完活了 说说就从上海回到三亚 这个行程 做了几次核算 我是那天是跟猴哥一块做的核算 应该是16号吧 做完都是买的18号票 猴哥不是18号的中午11点吗 去多伦多的飞机 然后我订的是18号下午 中午12点多的飞机 这样我们俩都是16号做的核算 完下午16号下午2点多钟做的 做完这不是猴哥到他11点登飞机的时候 还没过48小时吗 他那48小时就行 但是我现在上三亚呢 就要48小时之内两次 我这算机的挺好 就是这个核算这个事啊 这个时间点掐的 真是烧脑袋呀 这几天都过急的 我这这两天头不舒服 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怕计算不好 到时候这个核算过时了 或者是你做早了吧 他没出来 结果做完了呢 又不敢踏了 坐飞机又来不及了 就这样呢 那两天给我挺纠结的 我们俩做完了 第二天那结果 我这个航班就取消了 我是定18号中午12点多 那个飞塞亚的南航飞机 来个短信 来个电话告诉我取消了 问我要不你改不改不改 或者是取消都行 那时候机票是260 这现在机票多便宜 上海飞塞亚三个多小时 机票260 往我行行 我说那就改吧 他说改到晚上行不行 我已经改到晚上 晚上6点多的 后来第二天我一算就不行了 到晚上6点多 16号的坐2点多坐的核算 到18号的晚上6点多 这过48小时了 我第二天再坐也来不及 没办法 后来想一想 晚上我说取消吧 我又打电话取消了 这个是因为航班取消的 你取消票都不够钱 要不就是不退不换 不改的 后来就这样 到17号那天 我行行不行啊 这猴哥去走了以后 坐飞机走了 我也得走 我不能跟上海呆子 呆子你说真困到酒店里 多闹心呢 我可愁死了 上火呀 还回到家里头 怎么他自己自在呀 你是封锁也好 还是隔离也好 怎么就在自己家随便了 往17号 我又去 下午行行不行 我说猴哥 你得跟我去做核算 我们俩那天下大雨呢 上海下大雨 在这个浦东机场 就是我们住的酒店 那个挺远的 宝藤那块 那个是一个 我们家海洋的家长 妈妈告诉我 说那个地方 这一浦东机场进 完了小树兰也是在那坐的 后来我就写在那坐吧 因为前一天猴哥 我们俩做核算检测 是在长宁区 那个民航医院做的 那是一个网友大姐 给啊都给联系好的 那会儿做的也挺快 后来这不是就是17号吗 往11点多钟 我们俩就打车 去的正好出酒店那块 我看了一个出租车 拉着我们 完了就到那个 宝藤医院 高速上走的 到那会儿还挺快 十多分钟 坐完了就出来了 出来了又坐他车回来的 前后去回来 一共花了290多 将近300块钱车费 到18号上午 猴哥就给他送上飞机了 送到金安检里边 往我就出来了 那个还有网友大姐 就是一直送猴哥 我们俩就是坐地铁 又到宝藤医院 又坐的 我也是掐了时间的 前一天17号那天 坐的不是是12点25分 这个结果出的挺快 他说24小时 但是我早上一打开手机 他是7点多钟就出来了 出了结果 那不就是13个 不到24小时吗 我在18号那天 猴哥送走了以后 我又坐地铁去的宝藤医院 又坐的核酸 我又掐了点 前一天是12点25 这回我就在12点30几分做的 做的时候 当时问他 还有那个麻烦呢 他说问那个做核酸 他说24到32个小时出 把我还结够 我说这32小时 这不又过了吗 明天又来不及了 后来去放松了 就不寻思的 你愿啥叔叔 啥叔叔叔 反正只要猴哥 他走上来就行了 我就 我这咱俩游荡都没事了 完了没想到啊 这到 对 那天这 第二天 那个我是都是提前 跟网上约的 约完之后 那天 到那会说是免费的了 完了告诉说 你这个前天约 花钱的 你可以退回来 我怕不保险 那我心 要不就做花钱去吧 我说正好前面两个 一个小姑娘 一个小小子 他俩就是整这个手机 这晚上我就上去跟下问 我就瞅 我就问 他就是说 怎么预约 这个现在检查这个 我说一看能退 后来他们帮我 我又把这个退了 40块钱退了 又做的这个免费的 做完之后 我还寻思 我就寻思来寻思去 我说这个免费的 能不能除的慢呢 我除了以后 我就后悔 我说 我办加级的好了 当时人家工作人员 也忙 那个老都做核酸去了 那天就是那个区域 整个区域都做核酸 叫张江高科 那个地铁站那块 全都做 往后就后悔 我说我当时问问好了 找个地方 又添点钱 添个 说加级120多少 我说加级也行 要不明天 18 19号出不来 怎么办 我没想到 19号早晨 其实我还心里挺忐忑的 结果一打开手机 看三天多钟就出了 比前一天 那个猴哥我们俩坐这个 出的还快 24小时就出了 完这我就心放下来了 后来 完了 那个 19号那天早上 我就收拾收拾 这不就上一个视频看着了 我就上机场了 就这么回来了 坐飞机 坐上飞机了 这心里踏实了 这机场里头人可少可少的 就这么回事啊 这就是到家了 到三亚的家里了 我这回我就心踏实了 侯哥也到多伦多家里了 我们俩这一趟折腾 哎呀 后来我想想 我说也是挺能折腾的 完了就是走吧 这一到 我就心有时候 我就觉得我心还不老 我走哪回我都想拿起手机拍来 我就是对这种热情 我自个人感觉挺欣慰的 我就觉得我还不老 我还有这份热情 就是上电梯下电梯 多老高啊 我都是老 好几次就抑制自己 把这个手机不往外逃 就想个电梯里逃 就地铁站里 那电梯老高老长的了 哎呀 我一看我就觉得可壮观了 这多有气派这电梯呀 我重上往下拍 或者重上往上拍 走电梯中间我也想拍 完了为了安全 人家电梯上都提醒 上去下去的时候 那都有公式来提醒 在电梯上不要看手机 注意安全 然后我已经压制住自己了 然后就觉得我还还挺有热情的 我还没老 我真是喜欢这个东西 总想拿出手机 什么都要拍 好了 今天就跟大伙分享到这吧 欢迎朋友们留言 这就是这个 我从上海到三亚的 这怎么做的核酸 怎么走的这个过程 狐狸八嘟的说 可能又得拉一啥 过后才能想起 当时想起来说的时候 好了 说到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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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